热成瑶 大家好 我是热成瑶的主理人彭忠文 今天很荣幸受邀春月堂的银秋光展覽 今天來為大家講解我們做的柴燒 那今天我手上拿的這一件就是我做的柴燒作品 大家看這個上面的色彩的表現 可能很多人都認為它是不是有做上釉 其實它不用上釉 它只要透過我們的土的一些調配跟我們燒藥的技法 它就可以燒出呈現這些苦同金的顏色 那這些色澤是怎麼出來的呢 那有時候我們自己才知道 我們在做土的調配的時候 土裡面還有很多的礦物質 比方有鐵 有蒙 有一些甲藏石類的這些東西 我們只要經過高溫可以去把這些礦物質 跟它的土杯跟我們的落灰做一個共融的效果 那這些金屬光澤呢就是透過這些柴燒來的 那很多人都說為什麼 柴燒的沒辦法燒出每個都一樣呢 因為柴燒它最大的獨特性呢 就是它的每個東西燒出來的表現都不一樣 比方說像我們最近在做的這兩件杯子 這兩個杯子是同意搖燒的 那也是我們一樣的土 一樣的搖 同時間一起去燒的 它兩個燒出來的效果都不一樣 這也是我們今年大概最主要在做的一些效果的造型表現 比方說它的石頭的顏曠表現 然後我們刻意在它的杯子的那個外圍去做一些比較粗獷的表現 在你使用上也可以更有的更豐富的那個手感 而不是說我們今天在使用這個圓的或什麼之類 用完我們就直接放在桌上 對 然後 對 對